南台灣大雨過後 行政院檢討報告出爐 加以台南高雄和恆春 這六天的累計量 事實上已經超過整個八月份 過去的平均值 所以這個降雨是非常非常的罕見 生怪雨災難掌握 高雄台南投入百億預算 經濟部說還不夠 大台北地區 從民國71年開始 總共投入的經費是1600億元 台南市花費了237億 高雄市花費了134億 相較於我們的首善之區 相對來講還是低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更盡力 來替他們爭取 雨太大 錢不夠 政院檢討報告想說給人民聽 已經不是發言人的徐國勇 卻提油救火 有一些瓜果已經採了 因為我們中元節 所以提早採了 所以這一部分 損失就沒有想像中那麼龐大 全台農损規模 已經達到7.4億 農漁民欲哭無淚 多嘴內政部長 經典幹話又多了一句 這有黃天鵝光專業森區小組 台北報導 兩下字看 太誇張了